北京时间7月25日早上8点,利物浦与葡萄牙体育的友谊赛展开对决。 上半场米尼奥莱黄游手失误丢球,奥利吉普射班平,维纳尔杜姆反超比分。 一边再战,温德尔推射班平比分。 全场比赛结束,利物浦2比2战平葡萄牙体育。 精彩回放,第五分钟,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外围大力失射,米尼奥莱黄游手,将球铺进球门。 葡萄牙体育1比0领先利物浦。 第十二分钟,利物浦前场开出脚球,马蒂普投球击中横梁弹出。 第十八分钟,范迪克投球攻门,贝里贝罗神勇挡出。 第二十分钟,亨德森投球攻门贝里贝罗扑出,随即奥里级门前机敏不射得手,利物浦班平比分。 第四十四分钟,维纳尔杜姆进区内射门,经防守队员折射后弹进球门,利物浦反超比分。 第五十三分钟,布鲁诺费尔南德斯传球,温德尔推射破门。 葡萄牙体育单平比分。 双方阵容,利物浦首发,二二尼尼奥来。 六六阿诺德,三二马蒂普,四范迪克,二六罗伯逊。 三法比尼奥,一四亨德森,七尼尔纳,五维纳尔杜姆。 15张伯伦,二七奥里吉,替补,洛内甘,阿瑟顿,洛夫伦,哥麦斯,拉拉纳,布鲁斯特,肯特,刘易斯,菲利普斯,科蒂斯雄斯,赫维尔,邓肯,伍德伯恩,威尔逊,范登贝尔赫。 葡萄牙体育首发,一兰恩里贝罗,三一洛里,一四路易斯内托,二二马蒂尔,二六博尔哈,九八敦比亚,三七温德尔,一一拉菲尼亚贝罗里。 八,布鲁诺费尔南德斯,一零比埃托,二九费利佩。